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也即将亮相之际,奔驰也拿出了应对的举措,近日,又媒体爆料了奔驰C级的中期改款的陆式照片,号称相对老款有了多达6500项的提升,下面我们就来结合爆料,看看,究竟有哪些肉眼可见的明显变化,外形小整容,内涵大提升新款C级相对于显款车型, 在外观上依旧提供两款不同风格的前脸造型,其中普通版车型,也就是所谓的立标车型,前保险杠进气口,已就延续传统的三段式布局,搭配段拍式近期格杀以及大亮度个壮士,运动版车型的近期格杀采用了全新的设计,相对于显款更加运动, 除此之外,强烈更大的变化则是换装了全新LED前大灯组,并拥有全新MultiB-Mod技术,灯组内部拥有8颗LED透镜,24个独立LED线片组,以及微子星导光带,支持自适应远近光,远光灯照射距离可达485米,是普通LED大灯的2.5倍,那是方面,结合目前已知的信息, 我们猜测新款C级的内饰,整体,应该会与一级类似,同时新款奔驰C级,还将搭在12.30英寸全液晶仪表盘,以及8.40英寸和10.25英寸,两种不同尺寸中扣屏幕幕,现款在豪华感遥遥领先的情况下,新款更上一层楼,在内置科技感的营造上丝毫不输奥迪,车身尺寸方面,中期改款的奔驰C级, 也就提供标轴板与长轴板两种选择,其中标轴板的车身尺寸为4704星,1810星1454毫米,轴距来2840毫米, 长轴板场宽高分别为4784星,1810星1457毫米,轴距达2920毫米, 与现款相比,中期改款的两款C级在车身尺寸上都有了一定的进步,使得新款奔驰C级在面对跑马,奥迪的家长车行驶不落下风,动力延续现款按照此前爆料的信息, 新款奔驰C级动力,预计将与现款C级相同,依旧是1.6T和2.0T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, 匹配9速自动变速箱,其中2.0T发动机分为高,低功率两个版本, 最大功率分别达155千瓦和135千瓦,峰值扭矩350牛米和300牛米,1.6T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,峰值扭矩250牛米。